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结石病人饮食禁忌 宋俊三亚市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结石病人的话 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 特别是尿的结石 它是叫做跟饮食非常有关系的一种疾病 它其实也是一种代谢相关的疾病 跟人的食物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有些病人 吃这个鹿的时候吃的很多 它就能够长结石 有的病人像老年病人 它吃钙片 或者钙补的太多了 它也会引起结石 还有的就是 有的病人就喝酒啊 去找运动啊 都可以早在结石 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人的话 是腺电线的代谢障碍 它就是体内的一种氨基酸代谢障碍 它容易显成结石 这些病人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控制它的眼神 根据它不同的特质 给它确定不同的食谱 来控制它长结石 结石病人的话 也是方面 除了一个就是 鹿类方面要控制 还有就是酒类之类的 也要尽量少喝 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人 有疑传疾病的 有代谢障碍环境的疾病 要制定特效的食谱 第一就是平时的话 病人一定要注意要多喝水 你保持一个充足的尿量 要保证每天进入的水分 里面大概要到2000到3000毫升左右 这样的话保持充足的尿量 不让尿液在蜜料系统里面沉淀下来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就是病人比较适当的活动 控制体重不能太肥胖 当然也不能太肃 专家提示 结石患者饮食禁忌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根据个人不同特质 确定不同的食谱 以控制结石 二控制肉类摄入量 尽量少饮酒 三存在遗传代谢障碍性疾病 需制定特殊食谱 四保证每日充足的饮水量 避免尿液出现沉淀形成结石 三项 七点 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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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六 四